《 》 於感言部分 日華牧師分享了另一個隱藏了二千年的奧秘 進心解釋看事錄十二章的情節 看事錄十二章五至六節十七節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 是將來要用鐵杖核管萬國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婦人就逃到曠野 在那裡有神給他預備的地方 使他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龍向婦人發怒 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 這兒女就是那首神戒命為耶穌作見證的 對於很多色經家而言 他們不明白 為何在啟示錄的時代 會有一個男孩子出生後 隨即就可以被提到天上 以鐵杖核管萬國 但婦人自己與其他兒女 卻是要留下成為受害者與撒旦爭戰 到底這幾個角色 包括小孩、婦人及其他兒女 他們是誰呢 這就是在幾千年來 無色經家能解釋的奧秘 當然 過往的2012信息 已經解釋了一部分 基督教與猶太教 就是這個婦人 亦是信仰的根本 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復興、眾派 就是其他的兒女 而我們石安教會 就是最末後出現的復興 亦就是這個一出生就被提到天上的小孩 其實當時這個初階解釋 已經突破了過往基督教界的想法 原因在現時的教會光景 人不斷將福音沖淡 推崇社會福音 一次得救就永遠得救 所有人一重生 就等於已經到達熟靈巔峰 甚至乎應該會被提到神寶座前的小孩 這樣對於他們而言 又怎可能會有其他兒女呢 亦因此這段經文 對他們而言就好像迷一樣 而日華牧師在今次的感言部分 打開了一個更深層的意思 崇神不斷強調我們就是 踏上923、266屬靈巔峰的小孩 甚至乎值得用力代歷勢 眾多共同信息的建築 去紀念石安備塑造 紀念石安所成就的創舉 讓我們更明白自己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 一開始 我們簡直覺得受寵若驚 甚至乎會問 究竟我們在全個歷史164億年裡 真是這麼重要嗎 在我們自己看來 我們只是在香港一間很普通的教會 但是在神的眼中 卻不是這樣看 原因 神創造人類的唯一目的 就是建立一個造神計劃 以祂的形象做人 讓祂們成長之後 能夠成長像神一樣 然而啟示六樣我們知道 這個造神計劃 只是石安才可以成功 由受孕在婦人的母覆成長 直至到達266日後 成為完整的身體 繼而被誕生出來的一間教會 即是以神的DNA 成功塑造出一個真正有神形象的小孩 亦因此他可以一出生就得著鐵象審判列國 既然我們幾千年的造神計劃裏面 唯一可以成為成品的教會 達到人類被造的目的 這樣你能夠想像 這是一件可等值得慶賀的事情 就是慶祝人類被創造的目的 終於能夠完成 並且世界亦都可以隨之而結束 就是這個原因 既然我們是唯一成品的話 這樣過去所有復興 在神眼中絕大部分 亦都只能夠成為次品 甚至是壞品 因此 這個亦解釋了我們內心對於信仰的一個疑問 過去我們亦都會想 對比其他教會 石安的啟示 神跡 讚美敬拜 印高 各方面亦都遠勝香港其他教會 甚至對比美國最頂尖的十大教會 都更為優勝 並且我們對於神的追尋 委身 持守和高標準 更是其他教會望塵莫及 但是 為什麼其他教會 增長得那麼容易 但是石安的人數增長 卻是如此活慢 甚至乎 我們所受的攻擊 更加是不成比例 過去我們會覺得 是不是因為我們有不足之處 道次神沒有將人數加給我們 但現在我們終於明白過中的原因 其實 對比其他中派 其他教會 他們亦都在屬令上受孕得了重生 他們看似是成長得快 但是最終卻只是成了早產的嬰兒 或是一出生已經要睡在燈箱 不能夠正常成長生活 甚至很容易受細菌感染而死亡 所以只能夠在燈箱中度日 不能夠正式進入人類社會 這些其他的兒女 之所以很快就能夠明成利咒 是因為他們不想在信仰上 生命上和性格上慢慢成長 他們的內心只希望盡快得到 神的恩高和恩慈 以及各方面的好處 雖然口裏面說 他們拼盡命 只是希望萬人歸主 讓神的家得榮耀 但心裏面 當然只是為利是圖 希望藉著基督教界的招牌 讓自己能夠明成利咒 受萬人景仰 然而 於信仰上我們都明白到 其實 最重要的不是要出人頭地 受人尊崇 神所收的只是果子 就是我們內心所結出 生命、性格的果子 而這個部分可能是十分緩慢 但是對於其他教會而言 他們卻希望盡快從母親的屠福中出來 而神亦都看見他們的定義 所以 既然他們自願放棄改變自己內內的機會 甚至放棄成為小孩子的機會 甘願讓自己成為造神計劃的廢品 這樣 最終神亦只能夠廢物利用 讓他們高速侍奉一段時間 將福音廣傳 當他們沾沾自起 以為自己行得正確的時候 實情 他只是不斷吃盡神的恩典 最終 當然就是跌倒 失敗收場 因此 當年來 我們一直以為 對比其他成功的外國教會 我們是另類 是不正常 甚至是緩慢成長的嬰孩 然而 當我們於今日回望 其實 在神眼中 我們的成長速度才是正常 是真正 並且是唯一 經歷了整個266成長歷程的嬰孩 原因 在神的造神計劃當中 神不是在乎教會 中派所建立的封公偉職 所謂為神爭取榮耀 正如之前主日也曾經提及 既然每一個神職 都是神所製造出來 這樣 人又如何能憑所謂的個人努力 去為神帶來榮耀呢? 從來 神所收取的 都不是這些神職 而是我們生命 性格 內涵所誕生的果子 然而 大家可能會問 為何其他教會 未能夠成長到小孩子的程度 神也都彷彿認可他們 將恩高分給他們 讓他們的人數增長呢? 原因 就如一個在母覆中的嬰孩 假如 這一名嬰孩選擇不再成長的話 其實 他仍然留在母覆中 亦都不會繼續長大 甚至乎 只會死在母覆當中 這樣 倒不如生出來 成為早產的嬰兒 至少 亦都會有存活的機會 雖然 未必能夠長大至成人 甚至乎 需要特別的照顧 但最低的限度 亦都能夠活一陣子 為神作出貢獻 亦都為自己寄一些果子 所以 又說牧師分析 這些在母覆當中的嬰孩 不再成長的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他們選擇了成為巴蘭 他們不再用真理和神的話語 成為自己成長的養分 而是選擇用發賣因膏 發賣真理 甚至荷里活的方式 成為供應他們的養分 因此 他們在母覆當中 就不能夠繼續成長 亦都要急急生出來 成為早產的嬰兒 原因 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假如 像日華牧師一樣 一生都決定免費送港道帶 送詩歌 分文不修的時候 他們所付出的信心 性格上的塑造 生命當中的經歷 絕對比一些很隨意 就真神的啟示兩光賣線的人 艱難得多 然而 這個才是真正在母覆裡面的信仰成長 真正災在溪水旁 正如一個嬰孩 在母覆當中成長的時候 是要隨著時間 長出身體的四肢 一個又一個新的器官 整個身體所有部分都要齊全 缺一不可 同樣地 我們在母覆當中成長 就是面對一個又一個更嚴峻的考驗 去建立身體的不同部分 誕生一個又一個不同的美德 即祭師胸牌上不同的寶石 聖靈的果子 成為這個小孩子成長的元素 然而 很多其他中派 一早已經決定 脫離這種素材 拒絕成長 因此 他們早已離開著母覆 來到這裡 我們就會明白 為何 很多時外面稱為 十大的牧師 教師等等 他們往往只擁有一兩個題目的真理亮光 就開始打天下 之後 不停走浮 重重覆覆 說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給最多的人認識 他們於開始的時候 是願意在母覆當中成長 領受神話語的啟示亮光 但是當有了初步的成功之後 他們就不甘於好像一隻選谷的牛 不斷言讀神的話 以神的話語為優先 他們擁有一套新的信息 就急不及待 用盡任何的方法 以這一套信息領自己成名 盡量以最少的信仰代價 換取最多的地上成功 也因此 他們就成為了早餐的嬰兒 再不會有另一套信息 接著很快就會腰折 早死 也因此我們也明白到 為何盛安的信息 雖然三十多年來 也沒有一篇重覆 並且是進深到一個階段 能夠解開天上地下 神所設下的一切謎題 原因 正正是因為我們堅持 栽在溪水旁的結果 所以 我們的成長速度 才是一個最合理的速度 一個讓我們可以成長 進到得著鐵象 核管裂過拳柄的階段 當我們從這個角度理解 我們就會明白到 其實這些其他兒女 他們要留在七年大樁欄裡面侍奉 的確是有原因的 因為 他們從未試過憑神的話語過活 也從未試過為信仰赴上代價 在成名 教會大一點的時候 已經是栽在巴蘭的金錢上成長 因此 他們只會成為早產 容易夭折的期待 所以 他們要在我們被提之後 重聽我們的訊息 將自己放在溪水旁 於信仰中 作出少許的犧牲和貢獻 賺取外院得救的資格 在於是 也會被提供 從未試過 在封面 下 下 下